情人節快到了 下禮拜一就是情人節 那從情人節到這個白色情人節 二月十四到三月十四 你看世上我就決辦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大家講這個燒破頭皮、絞盡腦絲 那想說要怎麼樣來 那表示可能是一個有愛的城市 是一個適合做夢、戀愛、結婚的城市 那我想說用這樣的花是最好的 那但是生鮮的花保存的期限比較有限 用這樣的一個花海、噴海 這個白天是漂亮的花海 晚上是漂亮的噴海來表示 那我覺得其實也可以吸引包括台南市 在內的許多年輕朋友們 還有許多觀光客們一起來這邊 來台南市生活 其他有廣場走走去看看 那我想是非常浪漫的事情